最近演员赵德记因为性骚扰暴力被判刑 他要求上诉被夺回后 心灰意冷 只能自己在SAS上公开了当时的视频 引起大众的热议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演员赵德记和潘敏静 而这个事件要追溯到将近四年前了 2015年时 演员韩敏静将赵德记告上法庭 表示自己在片场拍电影 时遭到了性骚扰 他表示当时那场戏南方 是要在剧中打并强暴力方的 但是在拍戏时 对方比起演技行为特别过分 不仅触摸我的身体 还用拳头打了我的肩膀 我一时都无法动弹 此案精深爆后 在一身中 因为是电影所需的场景 合情合理 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赵德记 对其进行了性暴力 所以直接判了无罪 本来应该结束的案子 在本月13日二审时 法庭认为女演员的证词可信 赵德记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 缓刑两年 并进行40小时的性暴力治疗课程 判决出来后 赵德记本人觉得十分委屈 自己从业这么多年 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法官只听信潘敏静的一面之词 也不去查清事实 就判决自己有罪 于是气不过的 他在自己的脸书上 上传了长文 以及当时拍摄时的视频和照片 希望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让大众还他一个清白 至少要让大家知道自己是无辜的 以下位全文内容 在电影拍摄时 对前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的侄女 进行性暴力 是我赵德记会做出来的事情 作为一个有字符新的演员 在同时 前后背面前 这名誉毁损让我感到十分羞愧 今日女演员 那边的成员排成都 意气洋洋的在法院门口跟记者说 我的证词都是谎话 女演员在之前的采访中说 我赵德记在那场戏开始时 就没有专注演技 而是想着如何进行性暴力 于是我就将这段视频作为证据 然而因为这段视频 二审师审判却变更了 赵德记用拳头打了我的肩膀 对我实施了性暴力 我一时都无法动弹 那个瞬间不是演技 而是性暴力 各位 尤其是各位演员 我赵德记究竟是在演戏 还是在进行性暴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